大家好 我是此看居家护理所的呼吸治疗师 那我们今天 藉由三月底的课程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健动症这个疾病 它会怎么样异常到我们的呼吸 那会并发出什么样的呼吸问题 还有我们平常可以做哪一些呼吸运动 来帮助我们的一个肺部扩张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借由哪一些症状的发现 来知道说我们的呼吸肌肉 是不是已经有被侵犯到了 像是说我可能没办法平躺的睡觉 还有我的咳痰可能也比较难咳出来了 加上我睡着的时候 可能会有呼吸中止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我在睡眠的时候 我可能会因为我吸不到气而惊醒的一个情况 当有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 其实也就代表说 我们的呼吸肌肉已经开始有点无力 也有点被侵犯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我们就是来讲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哪一些检查 有一些客观的素质来判断说 我已经开始需要使用呼吸器了 那除此之外 会跟大家介绍呼吸器是什么 那它可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忙 那除了呼吸器之外 这是还有其他的辅具 可以来帮助我们面对其他的一个呼吸问题 那留了这些辅具之后呢 我可以再获得哪一些补助的一个资源 那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负担 好 那主要的话检查我们初步的话 我们可以先透过废功能的检查 还有睡眠检查 那这两个大家可以记在心里 那透过废功能的检查的话 我们会主要看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FVC这个数值 它是用力的吐气容积 我们可以经过这个数值来判断说 我们的废扩张的能力是不是受到影响了 因为当我们肌肉比较无力的时候 我们的废扩张比较没办法那么撑开的话 那我的容积也会水质减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大吸气的压力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看说 我们吸气肌肉的力量是不是有被影响到了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检查 它主要是要来看说 我们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的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睡着的时候 我们肌肉是放松的 加上我们的口咽部肌肉被影响到的时候 它会因为无力的状况 在睡着的时候又会更加压迫到我们的呼吸道 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气体的交换 那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夜间的咸阳可能会比较差 就是可能会小于90% 那当这些数值达到一定的指标的时候 像是用力的吐气溶机小于50%的时候 还有我们最大吸气压力小于60%的时候 还有我们如果在睡着的时候 我们的夜间咸阳小于90% 因为平常我们大概都是95分以上 那今天如果夜间的时候 这个咸阳掉到90分以下的时候 它其实都代表说 我们的呼吸肌肉已经恶化到一定的程度 那就需要呼吸器的一个介入了 那当呼吸器我们开始使用的时候 而且我们连续 我们已经需要连续使用21天以上 每天都是需要使用6个小时以上的时候 加上如果我们又有ALS这个疾病的一个呼吸重大 那他就可以申请到我们健保里面的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照护 是居家照护 那在这个照护里面呢 他很好的是在政府他会提供我们这个长期需要使用呼吸器的个案 一台致氧机还有一台呼吸器 所以你不用做租借也不用做购买 除此之外每个月都会有专业人员 又有护理师跟呼吸治疗师 一个月有两次的访试到家里 那可以去看你呼吸器使用的状况 确保你的呼吸器使用是安全的 除此之外两个月也会有一次的医生到你家里去做服务 来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做询问的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介绍呼吸器是什么 那他可以提供我们什么样的帮忙 那我们都知道 Als这个疾病他主要是一个肺部扩张能力 比较没办法 因为武力的问题没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肺部的扩张 那影响到我们的通气 所以他是藉由我们在吸气的时候 他会给予一个镇压 然后经由我们的管路送到我们的肺部 帮助我们的肺部扩张 吐气的时候再经由这个管路把气体排出来 他主要的种类他有分两种一种是清洗性 另外一种是非清洗性 那非清洗性就是我们比较长 刚开始会介绍就是我们直接戴一个面罩式的 他是不会留一个管子在你的体内 那清洗性就是可能会经由插管室或气窃室 也就是会有一个管子留在我们体内 然后去送气到我们肺部里面的 所以这是这两个主要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影片 我们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知道说非清洗性的呼吸器是什么 什么样子呢 使用插管治疗来取代人体的自己呼吸 不过其实这样子侵入性的处置 其实会造成病患相当的不舒服 甚至还有并发症的风险 不过你知道吗 现在是可以借由非侵入性的 镇压呼吸器 利用机械换气补助的方式 来帮助病患呼吸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用呢 又有哪些限制呢 人体实验室现在就要来告诉你 人体实验室胡哥来测试 各位观众 针对于急性呼吸衰竭的病患来说 送进加护病房就必须要插管了 绑起来 没有办法讲话 没有办法表达 非常的痛苦 现在有个新的仪器 可以免于插管之苦 它是什么仪器呢 跟着我一块到 呼吸指导中心去做了解 随时你好 免于插管的呼吸器 这项神器到底是什么 是的 胡哥 所以非侵袭性的呼吸器 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这里桌面上看到的面罩 跟戴起来的头戴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主要运转的这个机器的元件在这里 我来体验一下 好 没问题 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 哇 这边有各种各式不一样的呼吸器 我就要来体验一下 治疗师麻烦你 好 好 我们先从哪一个开始 首先从小的最小的体验到 好 我们人的身体很特殊 在胸腔里面是一个负压的系统 平常吸气的时候是负压变得更负 把气从外面的一大气压环境吸进去 那我们当呼吸衰竭这个功能丧失的时候 我们就加一个比外界还强的压力 强迫病人就把气灌进去 所以它是一种换进去 让你强迫你呼吸的概念 对不对 你不呼吸都不行喔 因为它 你或者说 它就有股很强的压力 让你非失不可 这样子表示 我在张嘴了 对不对 你提醒 所以嘴巴绝对不要张开 叫壁子 好 跟刚说 我刚刚测体验的是这个 鼻子的呼吸器 我现在要体验的是 鼻子跟嘴巴的呼吸器 那这个我还是用鼻子呼吸 还是嘴巴鼻子 都可以一起呼吸器 都可以喔 对 所以基本上 只要嘴巴 没办法配合嘴巴 会张口呼吸的病 所以胡哥你可以发现 这个口鼻的面罩 跟刚刚鼻子面罩的差距就是 你的鼻子跟嘴巴 都涵盖在我们的面罩之内 那好处是 尤其我们很多老人家 他嘴巴比较不好闭合的 他这时候嘴巴即使张开 嘴巴的气还是可以 从嘴巴进去到肺 呼吸的效果 会比单纯鼻罩来说 会再好一点 那当然他的问题就是 因为他的罩的范围 比较大 你可能会感觉到 你的脸部的压的情形 会比刚刚鼻子再厉害一点 戴的面具越戴越大 刚刚口鼻面积很大 现在要戴的是全罩式面积 面积更大 胡哥可以注意到 你现在的面罩越戴越大了 那这个差别差在哪里呢 因为同样的这个压力 受力的面积 像现在全脸的面罩 受力面积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每个地方 单位的压力会比较小 所以对于有些戴口鼻面罩 反映他的鼻子跟嘴巴压迫的不舒服的 我们就会考虑试着让你全脸的方式分散压力 让你戴的更舒服一些 那这时候你会需要注意到的是 因为全脸都涵盖在治疗的范围内 你可能连鼻子 然后眼睛所有的地方 都会有气灌进去 那也蛮多人会抱怨眼睛开始变比较干 或是脸变得更干 那好处是他的压力会比较好 不管是侵入性的呼吸器 或者是这一台叫做非侵袭性的正压呼吸器 目的都是帮助呼吸衰竭的病人 尤其在我们在家户病房 在急诊室急性呼吸衰竭的时候 帮病人救命 但是他的差别 差在说非侵袭性的呼吸器 好处就是他免于插管之苦 病人是清楚的 所以他怎么呼吸 其实机器可以跟病人做一个配合 好各位权总 体验完了三种非侵袭性的呼吸治疗器 我觉得全照式的我个人比较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整眼照度 压力可以均匀 他的坏处是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睁眼睛 眼睛会干涩 所以在全照式的时候 眼睛稍微适时的闭上 休息一下会比较舒服 好我们人体现实体验完成 好那大家看完影片应该都有更了解说 我们的非侵袭性呼吸器是什么了 那我再跟大家做个重点整理 因为像非侵袭就是我们不会留一个管子 就是像刚刚医生有一个插管式的那个 我们不会留一个管子在我们的体内 所以他是透过外界 透过戴面罩的方式 给我们一个压力去撑开我们的一个肺部 那主要的介面就是我刚刚我现在上面 呃有呈现出来的鼻面罩跟鼻诊式面罩 他的优点就是你可以讲话 那你也可以吃东西 可是他的缺点就是你如果嘴巴打开的话 他就是会直接漏气 所以他可能没办法在你讲话的时候 或者是你嘴巴没办法闭起来的时候 就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 所以就没办法送进去我们的肺部里面 所以当你没办法把嘴巴闭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口鼻面罩 那他就可以你也透过掌口呼吸的方式 把压力吸进来 那但是口鼻面罩他的缺点就是 你可能没办法讲话 你也可能也没办法 你可能需要把面罩拿下来 才能做可谈的一个动作 那全脸式的一个面罩 他的优点就是他可以避免我们 因为带在鼻子啊 或者是说带在下巴这边而产生的一些 压力性的一个伤口 就是我们说的压疮 所以全脸式的面罩他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可他同时带来的一个缺点 就像刚刚的影片有说的 你如果眼睛打开 他的风会直接吹到的眼睛 所以你的眼睛就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发疯啊 或者说干涉流眼泪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介绍我们的一个插管室 在居家的话比较插管室 其实就是有可能从嘴巴 或可能是从我们这边 环钻软骨的这个地方去做切一个洞 然后把管子放进去 那在居家端的话 他比较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个气节室的 那气节室他会留一个管子 就像我们这边右边的图 他会有一个气节管滞留在体内 然后我们再经由呼吸器的管路连接到呼吸器 那他可以送气进去 那通常插管室或者是轻入型 侵袭性的话 他是比较可能你呼吸衰竭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们呼吸肌肉退化到 我已经脸在平常的时候 我在坐着的时候也都很喘 然后可能面罩是呼吸器 也不服我的使用的时候 我可能就需要考虑进行气节了 那再对于像我们现在如果 身边有气节照顾的一个个案 或者是说我们有气节照顾的一个 气节的一个家属的话 那在对于气节的照顾上面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 因为气节这边他毕竟还是一个伤口 所以我们都需要保持这个伤口的干净跟干燥 那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进行做气节的一个护理 就是需要帮他做消毒啊 把他的周围的一个分泌物都清干净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确保我们气节的一个固定带 不要太紧或太松 因为如果你太松的话 你可能会让气节这管直接跑出来 然后你如果太紧的话 你也会压迫到我们这边 你可能会导致这里皮肤发红啊 或是说有湿疹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一到两指就好了 尤其是当我们要移动个案的时候 或者是移动我们自己的家属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注意我的气节 跟呼吸器的管路的一个摆放 不要因为我移动的时候 就顺便把这个气节拉出来了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像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左边这边就是太松了 因为这边直接超过两指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气节管路 它是没有直接服帖到我们的皮肤的 那在除此之外 除了我们呼吸器之外 那因为我们气体交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氧气 所以有时候在初期的时候 或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需要加氧气 或者是致氧剂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你的血氧 在我们日间作折的时候 如果血氧已经达到92分以下 就是92%以下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你白天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带笔刀管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处于低氧的状况 你心脏其实是会带强性的一个做工 就像你心脏可能会一直在跑百米的状态 那它一直在跑的话 那它其实很容易会因为衰竭而无力 所以我们会在小于92%的血氧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你可能会需要白天的时候 就需要佩戴氧气 那在居家的时候佩戴氧气的话 我们通常会提供我们的一个制氧剂 就像右下这个图 那制氧剂的话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时候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 因为氧气就是一个助澜的 所以你旁边都不能有一些火源 像是你不能在旁边点打火机 不能在旁边抽烟 也尽量不要再有点烟 就是你可能家里如果有在拜拜的话 也尽量要远离那个地方 而且因为制氧剂它是会一直持续在作用 所以它可能会 机体可能会有比较乏热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要让它保持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随时也要去检查看看 我们的氧气的延长管 是不是因为我们卡在门缝 或者是说因为我们有转折处 而早自有打劫或凹折的状况 那这时候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氧气的运输 那如果有在使用氧气机的个案的话 我们会建议它在家里也是要备用氧气钢瓶的 就像我们右上角这个图 因为我们机器随时都是有可能会有停电的状况 或者是说故障的状况 如果加上我们氧气如果之后会有依赖的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在家里被氧气钢瓶 像当它们有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氧气钢瓶来使用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建议在家里的话也会被用苏醒球 不管在初期或是在我长期依赖使用呼吸器的话 我们都建议会被一个苏醒球 因为苏醒球它可以在我们呼吸器有故障的时候提供使用 那除此之外当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肺部的扩张可能会没办法那么好 苏醒球也是一个很好可以提供我们肺部扩张的一个器具 我们就可以配戴在我们的扣在我们的嘴巴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借由我们吸气 然后再借由我们的家属给我们一口气 它其实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肺部的一个扩张 那它提供的话其实都可以是比我们平常 再多两到三倍的一个呼吸的一个容量 只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当我们在使用苏醒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压的太快 我们的吸吐比率就是1比2 因为当你一直强压一直灌气的话 没有让它有一个吐气的时间 其实就会一直让肺部呈现一个扩张再扩张的状况 那它就会容易有一个气球的一个风险 因为我们肺部其实就像我们的气球 如果你一直给它扩张没有让它吐出来的话 那这个气球是会爆掉的 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苏醒球 我们当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要有一个深呼吸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苏醒球给我们一个深呼吸 或者是说我们呼吸器故障的时候 还有甚至我们如果是轻入型的时候 我们有气阶管的时候如果当这个气阶管滑掉的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透过苏醒球来给我们辅助 或者是说我们在抽谈前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苏醒球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肺部的扩张 让我们的弹意可以更好的渴出来 那在家里有在使用呼吸器的一个个案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呢 因为我们会配戴面罩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我们的面罩的一个松紧度 不要太过紧也不要太过松 因为你太过松的时候 你气会是直接一个漏气 没办法关进我们的肺部里面 那如果你太紧的话 就会像我们刚刚说 我们可能在鼻子的地方或者是下巴胺的地方 或者在鼻子的地方有一些压力性的一个伤口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带呼吸器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连接呼吸器的管路 所以我们也要去小心我们的管路的一个脱落 因为你脱落的话 就会直接影响到 就会直接产生漏气 那气阶有没办法打到我们的肺部里面 还有我们要去确保我们的管路的摆放位置 不要因为我们摆放位置不正确 而导致说拉扯到我们的一个管路 而导致我们的管路的脱落 除此之外 因为我们在佩戴呼吸器的时候 我们也会使用我们的加温潮湿器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吸进去的空气 是比较温暖也比较潮湿的 所以也因为我们有这个加温潮湿器 所以我们的管路可能会有冷凝水的一个发生 所以我们要定期去排除我们的管路的一个积水 才不会它有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送气 那除此之外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面罩跟管路的一个清洗 也需要定期去做清理 毕竟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佩戴的东西 然后还有我们如果有在使用呼吸器的话 我们的个案还有我们的家属 我们都可以要去了解说 我们呼吸器的警报会是什么 然后还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送医 像是说我可能血氧比较低的时候 我呼吸喘的时候 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一个状况 是我在家里停电的时候 我家里没办法再使用呼吸器了 我可能就需要去送医来借医院的一个电源去做使用 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一个呼吸器 那除了呼吸器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辅具 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呼吸问题 因为我们在上三月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提到弹意 我们会因为呼吸肌肉比较没有力 而影响到我们的弹意的清除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滋味的引流 就是还有拍弹的方式 还有一个咳嗽机 还有我们穿一个高频震荡的一个拍弹衣 来帮助我们去做弹意的排除 像是上次我们有提到说拍弹的一个方式 它就是像我们的手要呈现一个弓状 或我们使用拍弹杯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的手可以呈现一个弓状 然后来去拍打我们的一个肺部 让我们的弹可以让我们的弹去弹意 黏在支气管上面的弹意去做松动 然后让它汇集在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支气管上面 让我们比较好可出来 那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可以照起来 像我们可以躺在床上透过滋味引流的方式 去搭配让弹更加的可以汇集到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气管 那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提醒大家 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避免去拍我们的肩胛固 还有我们的器官像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地方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排弹器 像右下角这个地方去松动我们的一个弹意 这个叫做小黑肌 它也叫做我们的一个排弹 高频症当的排弹器 那排弹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我们要尽量就是在避免的时候 避免在饭后的做 因为在饭后做的时候很容易会因为震荡的一个效果 让我们有想吐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我们吐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我们会并发出我们的习路心肺炎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是在我们饭前一个小时做 还有饭后两到三个小时再去做拍弹 那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禁忌症呢 当我们身体真的很虚弱的时候 或者说我根本就没办法再附和拍弹这件事情 我们就先不要做 或者是说我们当下已经有在可血这个动作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们拍的位置刚好又有伤口的时候 我们就先尽量不要做拍弹这件事情 那如果要让拍弹的效果更好的话 我们可以先使用化弹的药物或蒸汽的吸露 然后将我们的弹先湿化一下 让太粘稠的弹意可以再经由我们在拍弹 再更加的出来增加它的效益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 我们如果没有力气把弹刻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抽弹的方式 那抽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当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时间不要超过承认不要超过15秒 我们就是要避免不要太深入也不要太久 因为你会这样一直把气抽出来 这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还要特别注意的时候 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按压我们的抽弹款 我们要拿出来的时候 再按压抽弹款用旋转的方式 让它抽出来就好了 那抽弹的次数一次跟一次之间 也要让隔岸去做休息 所以间隔10到15秒让它做一下休息 让它再多吸吸口气 我们再做下一次的一个抽弹 那再来的话如果我们拍弹 我们要因为拍弹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工的一个拍弹 都是需要蛮费力的 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透过穿一件拍弹衣 它是借用外力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松动我们的一个弹衣 所以我们的方式就是像我们穿了一件拍弹衣 然后它会透过去震荡我们 去拍我们的一个肺部跟胸腔 一直呈现一个震荡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松动我们的一个弹衣 那这里也有个影片 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 慢性阻塞性肺病常见的症状之一就是弹很多 常常会觉得喉咙有卡弹或者你咳嗽之后有弹 有些老人家因为他们没有力气就咳不出来 其实现在靠着高频拍弹机 就能够解决弹咳不出来的问题 高频拍弹机要怎么样来使用呢 来看今天的人体实验室 人体实验室胡歌来测试 对于吸烟的人 慢性咳嗽的人 或吃气管扩张的人来说 弹很多是一大困扰 有时候弹咳不出来 怎么办呢 会造成呼吸道不顺啦 呼吸不顺啦 或者是肺部二次感染 要怎么样把弹给排出来 现在可以借用拍弹机的帮忙 拍弹机怎么使用呢 跟着我一块到肺部复健治疗室去了解了 主任这就是所谓的拍弹机吗 是 没错 对 怎么使用 那我们就请胡歌你来试试看 自己用了就知道 OK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开始体验拍弹机了 治疗师就麻烦你了 好的 胡歌你好 我们待会我会先帮你选择 一件合适的背心 帮你穿在胸阔上 那您待会就配合 慢慢深呼吸就好了 那我们开始治疗 好 我会有什么感觉 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空气震动的方式 助你弹意清楚 是 所以你如果觉得气到有弹的时候 你要做哈气的动作 好 这样 是 它是极有高频的动挡 它会冲气消气 那当冲气的时候 它会挤压我们的胸部 这个时候当它挤压的时候 这个气会往外冲 让我们的弹能够有更大的力量 往外冲出去 我现在有点头鹰是正确的吗 所以我们这个频率是可以再调整的 对 如果病患初次使用 我们会从比较低的频率开始自信 这要是已经有作用 我好像有胎要吐出来了 麻烦你先深呼吸 用力咳嗽肚子用力 用力咳嗽肚子用力 用力咳气咳出来 真是有用耶 你看就有弹突出来了 呼吸道也比较顺了 对不对 虎哥刚刚看到你有突出了一些弹 对 只有今天拍弹机 我刚刚真的突出弹来 可是我在想 有些官人朋友家里没有拍弹机 那有没有办法自己或是帮助家人 拍弹拍出来呢 是 有的 那待会我们来教你怎么弄 当我们要执行拍弹的时候 我们要先请病友先躺平 左侧卧 是 我们来 假如我在左侧 是 我们左侧卧 我们来执行右肺的拍弹 我们先把手攻成杯状 是 然后在我们贴近这个胸阔这个地方 由下往上拍 只要有肋骨的地方都可以拍到 为什么拍贝不是拍前面的肺 是 因为我们前面的地方 我们的肺液其实它是一个立体的 对 是 那我们侧躺的时候 这边是属于最高点 是 那我们就从最高点的地方 拍出来 对 拍台 然后靠振动的方式 一样是振动的方式 因为这东西基本上来说是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它如果在机器管里面的话 存在在那里面 它会导致我们呼吸会受到的影响 就变成说有点像我们的水管 如果有脏东西塞在里面 用久了它就会塞住 那水量可能就会减少 那 另外一个的话 这些因为是里面含有些病菌 病毒 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咳出来 有的时候细菌挣脱了我们这个免疫的包補 或者是束缚 它可能会产生第二次的感染 好 给观众经过了拍弹机 这样帮我的拍弹之后 我刚刚真的拍出了一些弹来 不过现在头有一点点疑 倒是真的 如果你的弹很多 自己没办法咳出来的话 不妨像我一样 来使用拍弹机的辅助 帮你们能够咳出更多的弹来 好 我们人体实验室拍弹机测试完成 好 那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更了解 就是我们高频震荡的拍弹衣的使用 对 所以弹这个东西呢 如果当我们渴不太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进入手工的方式 就像刚刚我们的拍弹 然后再加上滋味引流的方式 那因为这是人工的也会比较累 如果OK的话 我们可以再进行到我们的一个拍弹衣 它是透过高频震荡的方式 它可以更快速的去把我们的弹震出来 那当我们的弹已经到了呼吸道的时候 可是我们又渴不太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需要使用我们抽弹的方式 把弹抽出来 那有没有一个东西它可以结合这两个 其实有 那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可弹机 它可弹机的话呢 它是可以经过 因为我们咳嗽这个动作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咳嗽这个动作 我们是需要先有因为一个咳嗽 我们需要有一个吸气的一个动作 把我们的肺部扩张起来 然后再经过一个咳肚子的一个用力 把里面的弹衣咳出来 所以当我们的吸气肌肉跟吐气肌肉 都受到影响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咳痰的效果 那咳痰肌它就是在帮助我们 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所以咳痰肌它就是它的一个原理 就是它可以经过 它可以送一个镇压 去帮助我们的肺部扩张 然后再经过一个抽的一个力量 就是去模仿我们的一个土壳的一个动作 把我们里面呼吸道的一个弹 这样子顺势的一个带起来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一个卡通图 它可以经过镇压的方式 把我们的里面的肺部去做撑开 就是模拟我们在要咳嗽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吸气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透过一个负压 再透过一个负压 就是一个抽的一个力量 把我们刚刚在气管里面 因为排弹啊 因为高频震荡的排弹医啊 所汇集到我们呼吸道里面 在组织气管的呼吸道里面的一个弹医 可以来把它抽出来 那我们可以透过影片的方式 简短的影片的方式 来看一下它怎么样去做使用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人 那我们就从中间开始看就好 它的界面就是它是可以用我们的面罩式的界面 然后做一个吸的动作 然后气管送到肺部 然后它会再有一个抽的一个力量 把里面的弹医送出来 对 所以如果有力量的时候 你在吸的时候也可以帮我多吸一下 跟着那个气流吸一下 然后在要抽的力量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靠自己的一个咳嗽的一个力量 就是咳嗽的力量把弹医一起带出来 好 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 这个疾病它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 它的其实它的团队会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像非提醒呼吸器的使用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有研究 证实它是直接可以 直接延长我们的存活率 而且它也可以减缓我们的 容积的一个下降 然后还有因为咳嗽会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 所以咳嗽机的使用 排痰背息的一个使用 还有排痰 它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痰疫的排除 然后苏醒球的使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肺部的一个扩张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因为吞咽的一个困难 还有咀嚼的困难 所以配个就是味噪楼口的一个介入 它其实也可以去增加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存活率 那接下来我会讲到 当我们有这些辅具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哪一些补助的资源 来减轻一些我们的负担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喊病的补助 如果你有LS疾病的一个通报 加上你有加入喊病的话 那其实像我们刚刚的呼吸器 氧气制造机 还有血氧机 它其实都可以做补助的 还有我们的咳痰机 就像我们刚刚如果你有想 如果你咳痰已经开始无力到自己都没办法咳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咳痰机 那这个东西在喊病里面也是有补助的 除此之外还有身心障碍的补助 可是如果像我们刚刚的右上角这个小黑肌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拍弹器这个东西 不是拍弹衣的那一个 是小黑肌 它就是呈现这样的 它是只能定点式 它不是穿衣的那种方式 它是定点式直接放在我们肺部上面 然后去做正弹的一个效果的这种拍弹器 还有我们的一个抽弹机 化弹机跟血氧机 还有氧气机 咳嗽机跟呼吸器 这些其实都可以透过身心障碍去做一些补助 那在这个身障里面呢 它除了需要诊断数之外 而且你还要复合第四类 也就是我们要有第四类呼吸类的身心障碍 才可以开你这样的一个补助 还有如果在家里呢 你都因为这些呼吸器啊 质氧机啊 还有一些抽弹机 它这些是需要耗电的 所以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向政府申请用电的一个补助 来帮助我们减轻负担 那如果你有需要氧气机 或者是说呼吸器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直接考虑到我们的 刚刚所说的一个健保的 第四届的一个服务 就是居家照护 因为在这个健保里面呢 其实政府就可以直接提供你一台呼吸器 跟制氧剂 所以你是可以直接不用做租解的 那如果你有在这个健保里面的话呢 那其实你就没办法使用到 我们刚刚所说的喊病的 呼吸器跟氧气机的补助 还有身心障碍的 对于呼吸器跟氧气制造剂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再回归一下 我们在重点整理今天讲的 那如果我们刚刚已经有发现说 我们已经有一些症状 像是我没办法平躺 我的咳痰有困难 还有甚至说我可能有睡眠 在睡眠之中 我们会有惊醒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做一下肺功能 跟睡眠检查 看我们现在的程度到哪里了 那我们呼吸器不是一扣上去 一使用上去 我们就是需要全天的使用 我们会根据你的呼吸状况 来去使用呼吸器 那呼吸器的选项呢 像刚刚有提到面罩型的 还有流根管子在里面的 侵入型的这两种方式 那如果我咳痰有困难的时候 我可以的帮忙是我可以透过拍摊 透过滋味引流 还有我们穿一个背心的一个方式 还有我们的一个咳嗽机 都可以帮助我们做痰疫的一个清除 那我们可以哪一些补助呢 我们可以像我们全民健保的一个 第四街居家招呼的一个服务 还有我们喊兵的补助 身心障碍的补助 还有用电补助 都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经济负担 那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看到在问答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是不是 当我们需要使用呼吸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24小时就要带呼吸器呢 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会借由你呼吸的一个喘的状况 来去佩戴我们的呼吸器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活动性喘 活动性喘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在移动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走路的时候 才有比较喘的状况 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需要一些 呼吸运动的介入 我们可以透过深呼吸 再透过慢慢的吐气的一个方式 或透过撅嘴吐气的方式 去缓解我们这个活动性的喘 或者是说当你活动性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苏醒球的方式 因为在这时候你是没办法 进行有效的肺部的扩张 才会导致我们这个喘的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苏醒球的方式 给我们额外机口比较大的呼吸 来缓解这样的状况 那在之后再慢慢的渐进到 我在睡着的时候有 做的时候 就像我们睡着的时候 可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状况 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需要晚上就需要佩戴我们的飞气 吸气的一个呼吸器 然后如果在更加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在睡睡着的时候跟我们在休息 就也有发生喘的这状况之间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白天如果我们 白天如果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呼吸也会比较容易 呼吸不舒服 而且如果白天我们血氧已经达到92%以下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你白天也会建议都带一下呼吸器 那不是长时间的时代 长时间的时代使用 是可能你偶尔用的致氧肌 偶尔用的呼吸器来帮助我们减缓我们一个呼吸工的费力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在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我们连呼吸 我们连在休息的时候都觉得好喘 那面罩型的呼吸器的时候也没办法帮助我们缓解这样的呼吸喘 或甚至进入到我们呼吸衰竭 就是连吸一口气都很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需要考虑到我们清晰的呼吸器的一个介入 那其实当我们有咳痰困难的时候 其实都需要开始介入我们的痰医 清楚拍痰啊拍痰医啊 或甚至是说我们的一个咳痰肌 都是需要在这一个时期都是需要使动的 那这同时也回答到我们的呃 刚刚的那个问题 好 那今天的讲课就到这边结束 好 哇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人有填写问题 嗯 身杖辅具补助要符合第四类的话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 嗯 你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先去找休战科的医生 休战科医生他会安排你去做检查 然后再看说你有没有符合这些身心障碍的资格 但是通常你如果需要使用到呼吸器了 你有这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查还有睡眠检查 其实就代表你呼吸肌肉已经无力到一个程度 其实他通常都会帮你开力说呃 身心障碍的呼吸类 好所以帮大家画重点就是 如果你有想要了解你自己的肺功能 有没有退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定期要去胸腔科做肺功能的检查 对 然后等你需要申请这些辅具的时候 就是因为医生也了解你的状况 也看了你的报告 他就可以开证明给你 好 然后 见动人最后一定要气签吗 还是可以一直用非清洗性呼吸器呢 呃 这其实有两个问题 你其实要不要气签主要还是还是要看自己 如果你一直拒绝气签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都不要气签 我们就是一直就是带我们的非清洗性呼吸器的去做使用 可是非清洗性呼吸器它毕竟还是一个面罩式的 所以当你有一口弹散卡住的时候 那气签它是可以直接 你可以透过抽团管的方式 它可以避免到这个问题 所以它是必须你要直接先去做取舍的 因为如果你用面罩型通气的话 它其实我们的缺点就是它可能会有漏气 它没办法直接达到肺部 然后你如果你弹卡住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气签管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通道去抽取我们的一个弹液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气签 那我们也可以一直都是带呼吸器的一个面罩 面罩型的一个呼吸器 可是我们就有这一项的一个小 必须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主要是盘的问题 对 那当然如果你用面罩型的呼吸器的话 那它就可能会比较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个 压疮的一个状况 然后加上见动患者他很容易会流口水 所以如果很流口水很严重 他又佩戴呼吸器的话 那佩戴这个面罩型呼吸器 他其实会降低他的一个顺应性 所以反而他如果用气切或插管式的话 他会比较舒服 因为我的口水可以直接流出来 那我可以用测诊方式 或者是口水抽吸管直接去抽吸 不用又因为说我又带了呼吸器 然后又带又有一个流口水的一个症状 那我会很难去做口水的一个清除 所以就是带 电照式呼吸器的话 它也是会有一些限制的 但是有没有要气切这件事情 可能会比较出在于说就是家属啊 然后病友本身的意愿啊 我觉得这是可以多去讨论的 因为就是有好一定会有坏 不会说就是气切一定是完全是最好的 那就是呼吸器他一定用了就很舒服吗 其实就一定都是有他的限制啊 所以我觉得气切这件事情 可能会回到病友本身的意愿 然后还有家属你们可能 因为气切之后的照顾上面也是需要 就是比较细心啊 比较全方位的照顾 所以说就是家属可能也要考虑说 照顾人力的部分这样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 有提到说就是如果没有使用呼吸器的病友 那会不会有需要家里背个苏醒球 或者是壳弹机的部分吗 如果没有使用呼吸器 我会建议在家里的话 会可以先背这一个苏醒球 对因为他其实当我们有时候 如果我们没办法做一个深呼吸的时候 那我会建议我们家属 可是这个家属也必须要 学会怎么用这个苏醒球 对因为他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 压这个球的方式 就是给予他一个更大一个龙肌 去撑开我们的肺部的扩张 那这样的龙肌 其实就是大概 平常他们吸的龙肌的大概两到三倍 对 就大概600到1000cc 都是有可能随着你挤压的一个程度 它是可以提供还蛮更大的一个 吸气的一个龙肌 咳嗽机的话 它可能会比较难买一台来备用 因为咳嗽机其实蛮贵的 对它是十几万的那一种 所以你可以透过租借的方式 如果你的弹衣真的很难咳出来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有咳嗽机的话 你也需要被抽弹机 因为有时候它可能就是到这边 你还是需要靠抽弹的方式 让这个弹衣把它抽出来 对 因为我们的病友的话 可能是在咳嗽的力气啊 或者是他口腔那边的力气 就是他没有办法 把你已经震到比较浅诚的弹 去把它配出来 所以这个动作可能还是需要做抽吸 来去搭配的 所以比起咳嗽机 比起咳嗽机的话 我会建议先被抽弹机 因为在它的弹 可能我可以先用拍的方式 先让它拍出来 然后但是抽 它可能咳不出来 我有可能就需要用抽的这个动作 加上它们可能会有 食物畅道的一个风险 所以抽弹机也是满必备的 先可以先备在家里的 对 备用的一个机器 好的 那戴白帕的病人 在什么样情况下 要同时并用氧气呢 它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 L10这个疾病 它主要还是因为 我的肺部的肌肉 我没有力气 而没办法去撑开 而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气体的交换 所以当我解决掉 我如果用呼吸器 已经去解决掉肺部扩张的问题 它还是低血氧的状况 我就会加氧气机的使用了 因为通常我们遇到几个L10的病患 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因为它不是肺部实质的一个病变 所以当我去撑开它的肺部的时候 其实它达到有效的一个气体交换 它其实血氧就可以达到95%以上了 所以当我给它这个压力 它还是没办法达到95%以上的时候 那我就会在额外接氧气做使用 好像血氧的话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必备的 血氧的话 睡觉时量 睡觉前量 其实 夜间血氧是指 如果是在医院的话 它其实就是在 你在整个过程 在检查整个过程的时候 它都会帮你佩戴血氧机去做测量 然后它主要是测量你在睡着的时候的这个状况 不是你清醒的时候这个状况 是在你睡着的时候 有没有呼吸中止 如果有呼吸中止 你的血氧会不会掉到一个 程度 它是在你睡着的这个 去测你的这个中止的血氧 对 那如果我们在居家要做检测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睡着 你可以透过5岁的时候 因为我们 我们带的那个 如果我们居家型的那种血氧机 其实蛮重的 那其实你怕你这样子一整个晚上佩戴 你会压 其实也很怕你会有压伤 或者就是说血液循患不好 所以你可以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这种一个小时可以佩戴你的血氧机去做测试 因为你也是会是一个睡着的一个情形 对 血氧机算是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 算手指型的血氧机 如果说大家家里没有的话 其实可以买 那这个东西也是有补助的哦 所以可以去你们家附近的各大一财行去购买 好那 什么情形下才能申请安宁照顾呢 这个的话 什么情形下申请安宁照顾 这可能比较个案式的问题 因为安宁照顾的话可能可以 我记得好像是 那 那 因为这个可能会跟我们今天的呼吸状况的 呼吸照顾的主题 比较 没有相关 那我们五月底的话 我们也有安排 介绍安宁环和医疗 还有长照的运用的课程 因为安宁这个议题其实很大 就是如果要讲的话 我们要讲非常久 那这个也比较回到是个案式的问题啦 我是比较建议说 因为我们可能不太认识 就是李王跟旺先生嘛 那我们会比较希望说 你是可以先跟社工讨论 那社工可以了解 他会比较了解说 你现在的病程大概是到什么样的阶段 然后给予你建议 因为安宁的话 这个议题会比较需要我们 比较多时间来讨论这样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带白怕的病人啊 如果他心跳比较快的话呢 要注意什么 因为心跳偏快 它是一个症状 它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那如果我会想要初步排除的话 他的氧气够不够 如果他带白怕 因为我们氧气如果不够的时候 其实心跳也会随之的增加 那除此之外 可能就是他心脏本身的一个 气质性的一个病变 所以你可能也要去回诊 看医生看一下说 他是不是心脏有什么问题 需要做检查 焦虑也会是让心跳偏快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主要还是会看说 他的这个心跳偏快是当下 他在带完的时候他才会心跳偏快 还是他没带的时候他心跳也偏快 对 所以如果适时借氧气介入的话 是会对心跳这个是有帮助 对 如果说他带白怕的时候 他血氧其实也只有92而已 那或许我会考虑说 他的心跳偏快可能是因为 氧气比较不够所造致的 我们还是要看他一个状态 对 他是一直都这样 还是他带白怕的时候才这样子 好 那影片的话呢 会放在协会的网站吗 影片的话我们是这边就是有录影嘛 那如果说有想要影片的话 可以先在line就是先跟我们说 对 然后应该之后就是如果大家 因为他的那个网站他下载下来的那个 影片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说直接传在群组或什么 可能会放不下 对那我们就是 如果youtube 对对对 就如果说你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那个用line来私讯 询问我们这样 好的 还有 白怕如果面罩 面罩戴比较久的话 会有那个压痕跟破皮 压窗的窗口 我们会建议如果你 我们不要等到有 应该这样说 如果我们在带白怕的时候 要避免这个状况发生的话 我们就是不能带太紧 所以他就可以避免到这个状况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减压垫的方式 其实在医疗器材行 他可以购买到减压垫的方式 他就是在我们面罩 然后跟我们的皮肤之间 他会附上些 贴上一个减压垫 来直接 对来直接 阻隔 面罩直接压在我们的皮肤 我们可以透过减压垫的方式 来讲起我们面罩直接受压在皮肤上面的这个 它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材质 对 它也有不同的材质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 有平常有在带白怕的话 然后有担心压痕破皮的问题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去医疗行 询问就是减压垫面罩的减压垫 那如果真的已经有破皮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需要贴人工皮 我们可以先贴人工皮 然后再带减压垫 然后有时候破皮的话 也是需要查识一些药膏 让它去增加它的伤口的一个愈合 那主要是应该是说 就是大家如果带白怕的话 我们会使用这个居家照护的部分 那也会有居家的护理师 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护理师都会 就是在到家里面去教学 告诉你们该怎么处理 好 那我们再跟大家就是 再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这样的 线上课程的模式 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举办 然后我们也都会在官方的 官方的脸书 然后还有我们的网站 然后还有我们的line 就是跟大家说我们每一次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也很欢迎大家 如果说你们有特别想要了解的 什么样的问题 就你们也可以私讯先跟社工讨论 那如果有相关主题 也许我们也可以举办 病友最近讲话越来越小声 和呼吸道有关系吗 他可能跟呼吸道没有关系 他可能跟我们口咽部的肌肉 会比较有关系 因为我们口咽部的肌肉 其实就会直接跟我们的构音 有直接的相关 所以当然你的肺功能 比较不好的时候 你这里出来的气流也会比较少 那我们出来的气流比较大 我们当然讲话比较大声 那我们出来的气流又比较小的时候 加上我们的这些构音的肌肉 发生了一些无力的话 他都会影响到他的讲话 还有他的声音 我们这边还有问题吗 这有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 他有问题 哦 他有问题 不如他有问题 他有问题 哦好 因为我有点怕不太 那因为那个我们报名的地方 就是也有病友这边询问说 如果他同时是有用CPAP跟BIPAP交替的话 那他是会说什么时候使用 然后哪一个呼吸器比较适合 可是这个我可能会比较需要先了解说 他的状况再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个案 好像是南区的 南区这边的病友 我可以提供我的联络咨询 我们持康居护所的话 就是我们是算是博照体系的嘛 那其实北中南也都会有 所以如果是南区的病友这边的话 我会再跟社工这边说一下 那可以以个案式的方式 然后你再来问问题 因为如果治疗师不太清楚 你现在的呼吸状况的话 也不太知道怎么给你建议 就是CPAP跟BIPAP的部分 对 因为我会想要先了解说 你是什么原因用CPAP 我为什么会交替 这样子我会比较好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那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 就是或者是你们今天上完课 觉得有哪些地方是还想要再更了解的话 你们可以先跟社工 就是你各位的社工先说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 就是请孝时帮我们贴一下那个问卷的连结 那如果你刚没有扫到QR Code的话 再请大家帮我们写一下那个问卷的连结 那里面也会有回馈的部分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你希望之后有什么样的课程 什么主题的话 其实可以多多给我们建议 这样才是我们改进的动力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啊 这几堂的课程 真的谢谢大家来参加 然后希望也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也非常谢谢 持康居护所的那个呼吸治老师惠群 他一直都是有在帮我们 就是做一些课程啊 然后居家的指导这样 所以也很希望说 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 就是再多多的留言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知道 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 要先跟大家说拜拜 然后赶快去吃午餐11点半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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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